一个月前我从微软官网预定到了这台Xbox Series X 到现在正好过去一个月了 终于到我手上了 这一台呢不像PS5 完全没有让中间商赚差价 交了一点这个运费和税 一共大概花了4400块人民币 次世代主机终于到我手上了 真的让我非常兴奋 打开最外面的外包装盒 看到的就是一个光环无限的图片 它应该是Xbox Series X的首发护航大作 但是它已经延期啦 光环无限延期 大概就是这样 做了一个波道嘛 方便有更好的开箱了 方方正正的 噢 搞不好 妈妈马上来救你出来 还有什么 线线 头柄 崭新的Xbox 手机 看完了 一个黑色的纯黑色的立方体 正面 开机键 光驱 USB 充电的 侧面 红的 这个侧面有一个Xbox的logo 这边是背面 各种口 啪啪啪啪啪 网上之前流传特别火 说排风口 可以让乒乓球飞起来 这个事情是假的 这根线 这是所有四世代主机都有的 新规格的HDMI线 我们现在使用的HDMI线是HDMI2.0 它可以支持4K60帧 而这根2.1的线 它支持8K60帧 或者4K120帧 而且它支持可变刷新率 但你得有能插这根线的电视才行 IO这边大部分都是很常见的 就是这个口 它可以放一张获展存储的卡 之后微软会单独出一个 我觉得Series X的外观还是不错的 头顶有一点点绿 根据角度不一样会逐渐出现 一切都很低调 长得像个电冰箱 体额跟农夫山泉四升水桶 差不多 很容易融入各种风格的家具里 但就是躺下还是有点厚 估计不是所有人的电视柜都能放下 手柄和上一代没什么区别 可以和Xbox One互相替代 买了Series X的手柄 你的旧手柄依然能够用 最大的改动在方向键 从十字键变成了这个圆盘一样的 有点像精英手柄 其他就是微不足道的小变化了 接口变成了Type-C 正面多了一个分享键 背面触感有微妙的变化 其他地方可以说是一模一样了 连供电的方式都没有变 还是两节5号电池 很多人批评Xbox 2020年了还不改成锂电池 其实我觉得干电池也挺方便的 只要在家里准备一些干电池 永远不插电 也就永远不会忘记充电 而且两节电池真的可以用很久很久 走 插电室 Series X的菜单系统和One X比 基本上没有什么变化 还是熟悉的互相套娃 一团乱麻 不过Series X还是加入了一个 非常有用的功能 Quick Resume 顾名思义就是快速继续 让你可以快速在几个游戏之间切换 直接回到之前进度的位置 不需要每次换游戏 都要看一遍标题 动画 主菜单 之前我觉得这个功能也就是 用过之后 我离不开它 一直以来游戏主机都是整世代进化的 每代之间大概相隔7到8年的时间 不管是PS到PS2 还是Xbox 360到Xbox One 所以每到世代更替 大家很自然都会期待大幅度的画质提升 这也是次世代主机最重要的特性 那Series X的画质到底怎么样呢 可以看一下Teraflops 这是个衡量图形性能的抽象指标 PS4是1.84 PS4 Pro是4.1 Xbox One S是1.4 Xbox One X是6 PS5是10.28 而Xbox Series X有12 Teraflops 相当强大 纸面上比PS5还要厉害 实际表现如何 可以期待一下我之后会出的 跟PS5进行对比的视频 会有更加详细的比较 顺便提一句 RTX3080显卡有29.7 Teraflops 但其实如果大家只看静态的画质 比如英灵链和上个世代比 尤其是和One X比 画质提升是有的 但没有那么大 如果不一对一比较 很难看出差别 其实现在游戏的图形技术 已经差不多进入到了 编辑收益递减的区域了 开发成本太高了 大部分的开发者 不会投入那么高的成本 去把画质做到极致 上个世代真正的把图形性能 用到极限的游戏 也就战神啊 大标客那么几个 很难再看到 从多边形胸部到 很多很多多边形胸部 那样天差地别的变化了 那么本世代游戏主机的升级 主题是什么呢 60帧 光追 和SSD 如果你熟悉PC硬件的话就会知道 这三个都是在PC里 普及了好长时间的配置了 这回终于轮到我们主机玩家了 Series X的游戏目标帧率 全部都从4K30变成了4K60 60帧带来的流畅度变化 任何人都能一眼看出来 视觉的马杀机 我再也没有办法回去玩 30帧的游戏了 别看次世代都配备了HDMI 2.1 支持4K 120Hz和8K 但几乎没有游戏用得上 所有XBOX的游戏里 只有ORI 2支持4K 120fps 还是个2D游戏 看不出什么差别 所以60帧才是真正的目标 深入菜单的话 可以看到这里有个4K电视详细信息 在这里就可以看到你的电视 支不支持4K 120Hz的刷新率和可变刷新率 如果支持 这里就会打勾 我这里的这台是LG的 C10 OLED 可以最高支持到4K 120Hz刷新率和Dolby Vision HDR 然后是光追 ray tracing 简单说就是更符合现实的光线模拟 尤其是游戏里的玻璃 水池的反光和倒影和影子都会更真实 刚玩的时候你可能会想着到处找玻璃看倒影 最后是SSD固态硬盘 Series X终于告别了机械硬盘 换上了超快的PCIe 4.0固态硬盘 抛开技术细节 总之就是快 虽然没有PS5那么快 更快的硬盘带来的最明显的提升 就是读盘更快了 尤其是在游戏内 拿英灵店来说 在快速旅行的时候 Xbox One X基本上要1分19秒 而Series X17秒就完成了 快5倍 之前读盘的时候可能会拿出手机想要刷一刷 现在还没怎么反应就已经进入游戏了 读盘的缩短绝对是革命式的 尤其是对开放世界游戏和经常容易死的游戏 虽然PC已经用上SSD很久了 但只有游戏主机普及SSD之后 游戏的设计才会真正发生变化 过去 读盘接近一分钟 很尴尬 有时你感觉不到读盘 是因为开发者在关卡里设计了一些 长长的走廊啊 电梯啊 其实就在敲敲读盘 现在 读盘10秒 如果开发者愿意 完全可以通过一些小设计 让读盘感觉更快 或者完全消失 更多场景多变的游戏可能会被设计出来 这块SSD容量有1TB 抛除系统占用的空间还剩802GB 其实也够安装10个左右的3A游戏了 如果嫌不够 就需要购买细节和微软合作推出的专用扩展卡 1TB220刀 定价还算合理 说了那么多技术啊 画面啊 硬件啊 没有游戏 都等于零 那么 Series X的首发独占游戏是 零 是的 现在还没有任何Series X的独占游戏 也没有Xbox平台的新游戏 所以如果你现在买Series X 除了育碧的两个新游戏 其他都是玩过的Xbox One的游戏 这里就必须提一下Series X 非常厉害的向下兼容功能 Series X上的游戏大概分为这么几类 第一类是没有针对Series X优化过的 从初代Xbox到Xbox One的海量向下兼容游戏 这些游戏软件没有任何变化 根据游戏不同 在新主机上的画面表现提升也不同 第二类是Optimized for SX 为Series X S加强过 这些游戏在软件层面上 都为次世代的新硬件做了优化 画面表现和流畅度都非常棒 比如战争机器5 极限竞速地平线 Oriol这样的第一方游戏 第三类叫Smart Delivery 智能分发 意思就是如果你在其他平台上 买了这些支持智能分发的跨世代游戏 你就同时获得了这个游戏的其他版本 比如新游戏英灵店就支持智能分发 如果你现在在Xbox One X上购买了它 那么你已经自动获得了Series X版本的英灵店 这个对于现在很多跨世代的游戏来说非常划算 第四类就是Xbox Series X的次世代独占游戏 现在还是零 虽然没有独占游戏 但Xbox还是有自己的杀手锏 Xbox Game Pass Xbox Game Pass简单来说就是Xbox的会员 首月10港币 之后每个月120港币 可以玩到Game Pass里面包含的全部游戏 数量还是相当可观的 有超过100个 不仅有地平线 战争机器 Xbox第一方的游戏 还包含了整个EA Play的游戏列表 比如FIFA 星战 还有很多第三方游戏会陆续加入 现在Game Pass里就可以玩到最终幻想15 皇家版和巫师3 对于微软旗下的Xbox Game Studio发行的游戏 比如之后的光环无限 Bethesda的上古卷轴6 如果做出来的话 都会在发售当天加入Game Pass免费玩 可以说买到Series X 就算你之前没有买过任何游戏主机 只要加入Game Pass 你就会拥有一个巨大的游戏库 非常划算 其实Game Pass的游戏 Xbox的游戏都可以在PC上玩到 甚至设备都不需要 直接用Xcloud云游戏也可以 自从XGP出现 我们就能够感觉到 微软对自己定位的变化 从一个卖游戏机的公司 逐渐变成了一个卖游戏服务的公司 不管是什么设备 只要是使用Xbox的服务 那就是它的顾客 而Xbox主机就是进入这个生态系统 最方便最便宜的方法 虽然Xbox Series X 一眼看上去 没有让人惊喜的变化 少了些跨世代的兴奋感 但硬件升级带来的游戏体验 和相当实惠的价格 还是非常有吸引力的 Xbox Series X的定价是499美元 价格稳定下来以后 大概3000多人民币就可以买到 同样的价格 你只能买到RTX3080显卡的一半 更别说还有其他的部件 毕竟如果你现在考虑 在2077发售之前买一部新的Xbox Series X在一个非常合理的价格 提供了一个非常强劲的性能 还有Game Pass的一大框免费游戏 这台小冰箱绝对是值得购买的 至于和PS5比较如何 请期待我之后会出的 PS5评测视频以及对比视频 如果这个视频有帮助到你的话 不要忘记三连咯